现在继续关心辛勒克在各地的灾情横扫北台湾登陆点宜兰首当其冲 除了20年来相当罕见的大水灾之外呢 我们看到军民他们饱受家园淹水之苦 而当地的养殖业损失非常的惨重 最主要大水迟迟都不退哦 所以呢也让养殖池基于那么当损失近千万元非常的惨重 辛勒克重创北台湾首当其冲登陆的宜兰灾情相当惨重 屋里片狼藉屋内所有的家具统统都被泡在水里 军民说住在这里20多年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大水 惨能还不止如此 为了宜兰的灾情新政院长刘兆玄特别前往勘察 宜兰的养殖业者花了这么多心血 辛勒克台风大水溢冲 登岛环境相当严苛的养殖鱼业 全都被淤积的泥沙污染 业者损失相当的惨重 这吃太厉害了 饮水就变得吃厉害了 所以不满 这这样死亡多的 这我这厂就两千万元 20多年来首次碰到如此惨剧的宜兰 不断阵风大潮 加上民众抱怨水闸门的时间开得实在太晚 导致整个宜兰都被淹没 成了淹水灾区 民众虽然无奈 也只好打起精神收拾家园 只盼望这样的水灾不要再发生 中天新闻林医生纪云 宜兰报道